主席 還有院長 各位部位所長 我想今天是開春的第一天 首先在這個地方向各位部位所長 來打氣加油 帶有我們今年的這個政策 能夠貫徹 讓我們的這個 整個大環境能夠有所改變 因為現在的這個政治環境跟這個基層裡面的這個就業環境 事實上是這個相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這個政府單位 能夠確實落實這個 我們的這個經濟的這個政策 除了讓這個企業界有這個好的經濟的這個基礎之外 也希望我們的這個就業環境能夠擴張 讓就業的這個基礎能夠讓大家能夠滿意 那麼我在這個地方另外一點就是說 就以昨天的這個周錫為這個縣長啊 那麼辭去的這個新北市的這個參選的這個 他本身放棄的這個參選 那麼把這個機會啊 那麼留給了這個朱立倫副院長 我想這個朱副院長他本身當然也是一個人才 不過人才並不代表說他就有選票 因為選票還是需要在基層裡面去做更營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周錫為這個縣長也是等於是新北市的這個 啊市長齁 他願意啊那放棄成全這個 這個放棄啊來成全這個大局 但是這個朱副院長他必須要去完成這個大局 那完成大局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我相信啊我們這個從黨跟府之間啊 都必須要非常的重視 而且要最短的時間裡面啊 做最快的這個決定 也就是說希望能夠 這個新北市的這個市長啊 我想這個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的就是說 希望這個朱立倫能夠啊趕快辭掉這個副院長 那表示說他有這個決心貫徹他的這個選舉 讓黨部啊能夠好好的去浮選 我想在黨的這個前例的這個浮選之下 當然朱立倫他是這個有所謂他將來成功的機會啊 也就會比較大 但是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的 所以就今天的這個民調啊 我們發現到有一個民調裡面啊 中國時報的民調啊 竟然這個朱立倫啊 副院長的民調啊 輸給蘇貞昌十一%啊 這個我們不得不注意啊 說在這一點裡面啊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啊 黨跟這個各相關的這個 府選單位裡面啊 都必須要加強 必須要特別的這個在意 不要小看這個民調啊 到底民調還是有他的這個參考的這個價值 所以周西偉啊他願意啊 啊以民調這個 這個雖然他少輸的這個啊 4%到5%之間 不過他仍然啊 那麼放棄了他自我 啊希望能夠讓大環境啊 能夠塑造 國民黨的這個團結 我在這個地方 也希望說我們的這個 朱副院長 當你收到提名的時候啊 應該馬上 持氣 副院長的這個職務 這個直接 到基層裡面參與這個選舉 在此啊我做以上的這個表述 謝謝